7月29日,今年夏天火箭在球员训业方面花费了重金,1.6亿训业了33岁的保罗,随后一位卡佩拉开出了9000万,媒体上有不少对火箭提出的批评的声音,认为火箭不应该在一位老教身上投入重金。 对此,火箭队主教练德安东尼在今天接受采访时,公开反映了质疑保罗签下新合同的声音。 大帅德安东尼强硬的表示,我不想挖苦任何人,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球队发生了什么,他们并不知道了对于现在的火箭队来说,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 他们不懂哪些人对于你来说是绝对不可失去的,而哪些人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弥补的。 33岁保罗拿1.6亿高薪揉错,火箭大帅公开反击质疑者,你们不懂,不懂火箭队哪些人才是最不可失去的。 保罗的新合同改变了他的人生,这是错误的结论,他的人生早就已经很棒了好吧。 现在我们所要证明的一切,就是证明一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。 过去两年,我们已经多次证明过了,比如很多人认为,他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位,事实却恰恰相反。 逼者认为,33岁的保罗赢了一份1.6亿美元的大合同,实际上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要知道,火箭最近十年来,一共才拥有过几个全明星球员,更何况是保罗这种在联盟里数一数二的空位呢。 对于火箭来说,友好球员就要抓住,让他们在一起长时间的产生化学反应,这才是实现夺冠目标的最关键所在。 和牧场 和牧场